明星们经商投资是一种非常明智的理财方式,可是在金融圈中很多理财和投资都是闲缺且合不正规的问题。 明星们平常都非常忙碌,对金融圈投资不甚了解,就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。 前有赵薇和其老公黄有龙被证监委进入证券市场五年,先有黄晓明的账户被卷入疫苗事件,核草口股票事件。 这件事曝光后,黄晓明基本上暂停了所有的工作,配合有关部门调查,就在娱乐圈人人自危对黄晓明事件激升的时候,有一位明星站出来,为黄晓明表示支持。 并且她在微博上一真情接着表达了对黄晓明的信任,她就是狄尖林。 从微博上可以知道狄尖林与黄晓明相识已久,对于老朋友的人品,她是非常相信的。 在微博中她还抨击了舆论抹黑,写道,做我们这一行,有时很没有安全感,给到你时,似乎一时就要激起千层浪。 狄千层在最后还写道,我支持黄晓明,简简单单的六个字,真正的朋友是要换那件真情的。 而黄晓明也对这件事给出了自己的解释,黄晓明的所有账户,都是交给妈妈来打理的。 而她的妈妈把这些账户转交给陆孟打理,最后陆某介绍了高永给黄晓明的妈妈,才把账户转交给高永代为打理。 而这些账户涉嫌连法操作,都是高永一个人的决定,自己和妈妈都不知道。 也网友曝光了一次黄晓明朋友圈,他在朋友圈中发了一篇长文,在文章最后黄晓明写道,相信,好人有好报,时间还长,我们还活着,不为别的,为了老爸老妈,为了老婆孩子,我又好好活着。 曾几何时突然发现,我看到他们的照片,居然眼角偷偷有了泪水,对不起妈妈,然而网友们似乎对黄晓明的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真情是一毫不领情,更是从其中读出了其他的意思,大家怎么看呢?